几个人一个人 一个人你有wifi吗 我主要是 有40块钱 你出去就有40块钱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修库 那么我们上海这个有名的旅馆一条街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 好了朋友们 就是这一条马路啊 我们看到这一排啊 看不到头 全都是旅馆 还有一些美食店啊 小吃店 还有一些小商品店 超市之类的 那么这条马路呢 就是徐汇区的石龙路 我们看到马路对面 就是上海南站 我也是查了下地图 这条石龙路旅馆一条街 大到小小 有几十家旅馆啊 而且这边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 看网友评价说 环境都非常不咋的 说什么又小又脏 唯一的优点呢 就是便宜 交通也方便 感觉这边还是蛮方便的 什么都有 下了火车的朋友呢 可以在这边住宿或者是休息 然后呢 也可以填饱肚子 正红旅馆 这个构造啊 也都是长得差不多了 差一点的房间多少钱 我就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不用太好 休息多长时间 两三个钟头把它开 也可能提前走 我就搞一下电脑 你有WiFi吗 几个人一个人 一个人 你有WiFi吗 我主要是 有 有WiFi就可以 四十块钱 两个钟头 三个小时不要紧 一出进去就四十块钱 反正就起板 起不下 因为我们都要换传单 不管你怎么进来都要换传单 我能看一下吧 可以 你随便坐哪个团圆都可以 我现在自己看 可以 你随便坐 这里都一样的了 都是这么小的 都有卫生间 有卫生间的 都有卫生间 过夜多少钱的 过夜 过夜有多有少的 就是 便宜点的 过夜便宜点的 也要七八十块 也是一样的房间 不业呢 其他地方呢 它是没有卫生间的 便宜的七八十块 都是没有卫生间的 好的就是 多少钱 一百多 有卫生间的 现在最多一点 行行行 在旁边看一看 谢谢 旁边的盒饭 四菜一汤 十八块 还有你看 不知道是准备 在等高铁的 还是刚刚来的 在旅店门口 坐着等候 我们看到 基本上每家旅馆门口 都有老板坐镇 有的呢 已经来了 当客聪了 还有的呢 在拼命的拉生意 毕竟现在生意难做 必须得亲力亲为 租出多少钱 比较便宜的 因为我就 可能过夜 可能中年房 中年房 有WiFi吗 主要是 我主要是 多谢文件 都有 有WiFi 多少钱 中年房 中年房 20块 就一样的了 都一个钱 对啊 就给你单身 变成一件价格 那过夜的有厕所了 过夜的108有厕所 有厕所 你看这条马路中间 还有一个地下通道 连通一号线 三号线 还有长途客运南站 包括铁路 上海南站也是连通的 所以这条路的旅馆啊 还是到哪里 都是蛮四通发达的 我本来感觉 在这个火车站对面啊 三亿应该是蛮好的 但是也有很多旺铺啊 没租出去 空置着 不知道这里旅馆的三亿 怎么样啊 寄存行李 10元起 中店房 40元起 这些房间 58到160 如果这排店开在上海 虹桥火车站对面 或者是上海火车站对面 这个生意肯定是相当劲爆啊 毕竟这个价格是真的实惠啊 不过也不一定啊 指不定这里生意也很火爆 毕竟这边交通方便啊 四面八方 慕名而来的 为了省点钱的小伙伴 肯定情愿选择来这边住宿啊 都是下了火车 过来找住宿的 我们看到十龙路上面 这种公交车啊 非常多 因为这边呢 也是一个公交车的枢纽站 好了朋友们 那么前面还有很多旅馆啊 我就不带大家往前走了 我打算呢 体验一家旅馆 我倒要看看 这边的环境 到底像不像网上说的那样不堪 我们看一下